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两个大明星 一个是齐王李源吉 一个是金牌秘书魏征 李世民的粉丝后援团里面 个个都是大明星 比如程耀金 秦琼 玉池公 长孙无忌等等 太子必胜 秦王必胜 为了碾压李世民 太子李建成 还向李源的老婆们 拉入他的阵营 他们有事没事 就在李源面前 添油加醋地埋太李世民 搞得李源 很不代谢李世民 你们是烹饪学校毕业的吧 这么擅长添油加醋 更歹毒的是 李建成 曾叫李世民到他家蹭饭 并趁机在他的酒中下毒 当时啊 李世民喝完毒酒后 吐血吐了好几盆 要不是及时拨打了120 李世民就去阎罗王那儿 报道了 大王 看你命不该绝 来 吃个头 加点血 不过关于李世民中毒这事 也有人怀疑啊 是李世民 自己给自己下的毒 为的是陷害李建成 太子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让李源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儿子的矛盾 竟然已经激化到玩命的地步 为了化解矛盾 李源有意把李世民支出长安 让他镇守洛阳 洛阳七年有 你值得拥有 倘若真能把李世民支出长安 李建成和李源吉后来 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但李建成和李源吉两人呢 非要想方设法 把李世民留在长安 为啥呢 因为李世民太能打了 对于李建成和李源吉来说 一旦放李世民离开 等于纵虎归山 后患无穷 相反 如果把他留在眼皮子底下 收拾他就容易多了 这叫关门打狗 此挨揍 于是 李建成和李源吉 便轮番做李源的思想工作 他们还向李源撒谎说 李世民听说要去洛阳 嘴都笑歪了 你要是真让他去洛阳 他肯定不回来了 本来李世民也挺乐意去洛阳 没想到李源听完 李建成和李源吉的一番忽悠之后 却打消了让李世民镇守洛阳的念头 豪华潭水深千尺 老爹坑我坑到死 在打压李世民的同时 李建成和李源吉还不忘从李世民的粉丝 后援团里挖人 只要除他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就拿玉池公来说吧 李建成和李源吉为了挖他 给他送了一车金银珠宝 不过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玉池公不但没有跳槽 反而还记忆对他们说 老板那么器重我 我要是跳槽 那岂不是忘恩负义 你们要这样的员工 有个屁用 狐狸没逮到 反而一身骚 不久 恼羞成怒的李源吉 便派人去自杀玉池公 玉池公反倒大开房门 坐等刺客来杀 不料刺客是个怂包 压根儿不敢进门 本人杀人无数 还从来没碰到过这么嚣张的主 不除掉李世民 李建成和李源吉不肯罢休 很快让他们找到了一个 绝佳的机会 当时突厥到中原踢馆 李源吉奉命前去迎战 李建成和李源吉 打算在李世民为李源吉 践行时杀掉李世民 然后对外声称李世民是抱病而死 大哥一笑 生死难料 棺材一台 人间白来 再不反击就要完蛋 命悬一线的李世民 能否躲过一劫呢 咱们下集再讲 当初打天下时 李源曾许诺让二儿子李世民 做太子 然而 等到建立大唐后 李源却食言 让大儿子李建成 做了太子 李世民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 自然不甘心 只做个王 与此同时 只要李世民还活着 对李建成 始终是个威胁 因此李建成恨不得出之而后快 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王的皇位之争 也就在所难免了